今天用盐牙教你做一道大人小孩都爱吃的家常菜 一般情况下,我会把这个根须挑掉 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干净清爽 肉丝里面下盐、生抽 先抓至起姜有链性 腌制肉丝有讲究 不是一勾端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没有按照步骤来,它会出水,上不了姜 加少许蛋清,可以提高色泽 增加它的链性 玉米淀粉可以守住味道,增加口感 下大豆油,包住粉,不宜结成一团 三层油温,大概在100度左右 下锅滑油,才会嫩 油温不要过高,不然变得很硬,很柴 主页一千多道菜,每道都很详细 如果你想找灵感,点问头像旁边的家号 就可以收藏,缺到,就是赚到 完全变色之后,捞出腻干油 准备好生抽,老抽,料酒,盐 玉米淀粉兑水,调成酱汁 锅中点香,葱姜蒜 下云芽,胡萝卜丝 开大火,直接生炒,这样不易出水 有人说你太啰嗦了,不值得点爱心 其实我就是为了教会更多新人,讲得更详细一点 炒至断生后,下调好的酱汁 大火炒香,炒入味 肉丝本身有味道,不要下太早,不然会太咸 来点葱叶子点缀,快速翻拌均匀,即可出锅啦 银芽炒肉丝,这是小朋友的最爱,一定要试试看哦 煮夜每道菜都很详细 总有一道适合你,千万别错过哦